你们好呀 两年没上节目了 我知道有些观众这些年啊 对我有误解 觉得我一直在隐藏实力 你们有过自己藏一个东西 藏着藏着就找不到了的经历吗 我现在偶尔在小某书上 看到有人说张柏阳 他就是不出场 出场就是王炸 我都感觉压力好大 有时候甚至会 一些小号给他留言 我说你们也不要神话他 其实他根本没有 你们说的那么厉害 一分钟后 收到回复 你懂个屁 我不光喜欢看自己的评价 还喜欢看别人的 实话说 我还挺喜欢看其他演员的差评的 就特别是我自愧不如的那些 我对他们的差评 这个喜欢程度啊 有的时候甚至高于自己的好评 真的 别管你用多么天花乱坠的词语 形容我的表演 什么高级幽默 笑忠带泪 原地风神 都比不上简简单单的一句 诶 我觉得这个张柏阳讲的 比那个什么什么天花板强多了 所以为什么都说 踩一捧一不道德 因为踩一捧一太让人喜欢了 因为你知道一个人 不管对你再怎么捧 都可能仅仅出于礼貌 但踩这一下 你可以百分之百确定 他多多少少动了真感情啊 真的 你们要是哪天在街边喝酒 碰到一位常在上海街边溜达的作家 尝试一下 端着被酒冷不丁走到他旁边 哥 实话说 有时候我觉得 托尔斯泰显的玩意啊 不如你 然后你大概率 就可以目睹一种人类行为 叫谦虚的手舞足蹈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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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还不理他 没有人能拒绝这种快乐 因为骄傲是生理反应 没有人可以跳过骄傲 直接谦虚 我觉得哪怕是 人类历史上最谦虚的那个人 苏格拉提 当他写出 我唯一知道的 就是我一无所知 这句人类历史上最谦虚的话的时候 他心里的第一反应 肯定也是 哥们这句 可以啊 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 我现在没演完一场 自我感觉良好的演出 都会跑去小某书上 搜索自己的好病 确实快乐 我觉得苏格拉提能保持谦虚的重要原因 就是他那个年代 没有这款APP 不然的话我不相信 他在搞完一场 自我感觉良好的演讲之后 能忍住不上去搜自己 苏格拉提 0326 report 为柏拉图来的 结果被苏格拉提圈粉了 苏格拉提 古希腊掌管 古希腊哲学的神 yes 其实网上这些 夸呀 骂呀 我都能理解 因为他们至少 在传递信息 但有一种评价 我是真的理解不了 有次刷到一个帖子 是这样的 说我真的好喜欢某某某的脱口秀专场 下面一条评论 不了解 句号 怎么说呢 就以我对人类交流行为的理解 这条评论 是不是其实可以不法 就你喜欢一个东西 所以夸 讨厌一个东西 所以骂 我都理解 但不了解 这不就好像你走着走着 路过一家陌生的餐厅 直接推门进去 没吃过 我今天表演的到这里 其实就结束了 我知道离王炸 我知道离王炸 还有一定的距离 但现在的我已经改变了 以前的我追求完美 现在的我觉得还行 也可以 当然 我觉得能这样思考问题的自己 也是真的很完美 我还是那个追求快乐的张柏阳 谢谢大家 加油 非常漂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